大家好 我是爱元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 元神 新晋四星平民战神九旗忍角色攻略 武器圣一屋阵容搭配推荐 来到欢容派九旗忍的攻略教学 在草城的到来之后呢 我们的阿仁的登场率会逐渐提高 培养成本吉利的一位四星角色 在先版本到底值不值得培养呢 那么废话都不得说 我们马上开始 九旗忍的定位是一位后台持续挂雷 以及给仗坛角色持续治疗的四星雷系角色 在草系没加入之前的时候 九旗忍的挂雷效果并不能发挥出来 随着草系的加入之后 挂雷功能也是变得至光重要 为了更加方面称呼以及显得特别 我这里叫阿仁吧 阿仁自身突破交的是生命值 八十级突破最多价值24%的生命值 这一点对于需要对生命的角色来说非常的不错啊 作为一个四星角色 三维翻面素质上也是比较优秀 不过作为大号剑的角色的话也是比较合理 接下来看看天赋技能方面的 普通攻击连续四段攻击动作迅猛 收剑优雅 臂力不高啊 但作为一个辅助 普攻很帅不用点 元素战技 有两个功能 挂雷加回血 释放之后会消耗当天生命值30% 每1.5秒持续挂雷 以及给战坛角色持续治疗 如果生命值低版这20的话 则不会扣血 战技也是阿仁的一个核心技能之一了 解手固有天赋1的话 当前生命值低版的50以下的话 提高1%的治疗量 也不用专门去压血 因为开始战技之后会消耗生命值比例 固有天赋2 基于阿仁的一个元素精通 提高战技的一个治疗量 以及伤害 不过伤害再点的话 完全是基本没有的 主要是提高对治疗量为主的 元素爆发向前方 示范一个高频挂雷的半围伤害 如果生命值低版之50以下的话 大招可以延长1.5秒 自身的技能伤害比较低 不过搭配草原盒之后 触发的反应伤害非常的爆炸 周围呢 技能描述最简单的角色之一呢 天赋方面只需要升级E 提高治疗量即可 可以说是平民的四星战神了 在秒草系加入之前呢 一般搭配一些需要治疗 以及凑双雷的队伍 这时候阿仁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草系加入之后 主要搭配一些战伴队 比如超战伴啊 或者列战伴的队伍 通过触发草原素的草原盒 让阿仁高频挂雷 可以让草原盒快速爆炸 从而带着生成草原盒 因为草原盒它就是上线的 如果能够让草原盒尽快爆炸的话 那么伤害也会大幅提升整体的一个伤害 队伍阵容比较多 不过需要保证队伍有水草的角色 才能触发草原盒 然后发挥阿仁的一个潜力 因为战伴属于聚满印吧 是吃角色等级的 在后期推荐至少拉个80级或90级 比较好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草神刚才演示的一个面板吧 魔导序论 四 吃惊之梦 还有天赋 三高六 双爆也是比较低 金通常才799 80级的 应该上平民吧 这个练度 然后给你们推荐一个超级平民的一个 战伴队 超级杖 巴巴拉 柯莱 草主 加一个九旗忍 前三个基本都是有的 只是就九旗忍的话 看你有没有了 在这个队友单中的话 巴巴拉是带这个 精通的 高精通的 战场 然后柯莱的话 我这里带的是 草套 然后草主的话是 教官套 巴巴拉 精通800多 然后带的是这把武器 魔导序论 射物的话是带二月团的 然后满命 柯莱 然后双爆是这样的 很低啊 然后冲能比较高 带着西风猎弓 射物 四草套 三命 天赋基本是没点的啊 就基本没伤害的 草主 九十级西风剑 然后 三命 天赋也是基本没点 精通的他100多 然后双爆是这么低的啊 特别平民吧 然后打出这个伤害 已经感觉不错了 在这个阵容的话 如果你把柯莱和草主的 练得比较好的话 伤害会提升很大很大 所以很平民阵容的话 强烈平民玩家 如果你没有好的阵容的话 可以推荐那个队伍 这个队伍呢 好在这个生存能力比较强 然后培养成本也比较低 也是强烈去培养的一个阵容啦 接下来是武器的一个选择 武器三星的话 推荐人暗铁剑 四星的话 铁风刺 五星就仓果咯 主要是以堆镜通为主 随着版本的更新 本来有四千年的话 现在可以携带这个 四金之梦 还有这个 月团遗落套 就是新的战棒套嘛 这三个都很不错 如果没有四剑套的话 你可以堆散剑 有二月团 二四金 二一弱都行 至于生物复位的话 在有套盾的情况下 可以堆在三金通为主的 如果没有套盾的话 推荐金生金或者金金生 都是可以的 九七者需要的属性是 生命值以及金通就可以 其他属性的话可以 随缘 可以不用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命座方面的 一命是增加大招的一个范围 二命呢 是延残异技能的一个三秒 时间 本来十二秒嘛 其实 没二命的话 区别也不大 因为真空机只有三秒 你轻角色 基本就没了 是吧 三命增加战技的一个等级 这个还不错 因为可以提高这个奶量 四命的话 是提高一个伤害的 五命也是大招伤害 六命的话 是一个六十秒的 一次的一个金人加金通 这个也不重要 反正 九级人这角色就变得平民 零命就 是完全体了 记得关注再走哦